大家好 我是高永平 很高兴的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交流 刚才对不起 告诉操作失误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我在几个月前呢 曾经做过一个有关中意的分享 不过呢 当时我用的网名呢是老高 大家可能会感到 我这次两次讲的那种跨度呢有点大 确实如此 不过呢 如果说上一次呢 是对我以前经历的一种回顾的话 今天讲的内容呢 才是我目前的研究领域 我今天呢 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 叫做个人主义与现代性 这个题目呢 确实是有点大 但是呢 我没有想出更好的题目 来概括今天的讲座 虽然题目是叫做个人主义和现代性 但是讲述的重点 还是在前半部分 那么之所以还要拉上现代性这个概念 是为了给个人主义的传讲说呢 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框架 或者说 给他一种历史感 另外呢 至少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呢 现代性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把个人主义与他联系在一起 也是为了给个人主义一个正面的评价 或者说呢 为个人主义证明 说实话 今天讲讲座所涉及的这两个概念 都是争议非常大的概念 至于对他们的定义呢 学者们呢 都没有发 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其实呢 大多数的社会科学概念都是如此 概念的清晰呢 其实并不是研究的前提 而是研究的结果 当一个概念完全清晰的时候呢 他就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这是因为 概念的争议恰恰说明了什么呢 这一概念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正在发生之中 需要通过研究来解决和解释它 那么个人主义和现代性 这两个概念呢 都是如此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 大体上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呢 是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一个大体的界定 当然了 重点还是放在个人主义的定义上 然后呢 就是探讨个人主义的对立念 其次 就是探讨一个问题 说 为什么说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或者说 它是现代性的基石 最后呢 我来说一下 个人主义和目前中国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好 首先呢 我们开始说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个人主义 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定义 和大多数社会科学词汇一样 个人主义呢 它也是一个外来词 它的英文呢 是individualism 那么individual呢 在英文当中就是不可分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没有部分的那一个entity 这个entity呢 很难翻译 有人把它翻译成主体 有人翻译成 很难翻译 就是那么一个 一个客观的存在 那么个人主义在中文里边呢 有两个形式 一个呢 就是个人主义 还有一个呢 被一所个体主义 这两个形式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 也稍微有所区别 首先呢 个人主义 它除了可以用于人类社会之外 还可以用于生物学的研究 另外呢 由于政治正确性的原因 这个使用个人个体主义的时候呢 可能稍微敏感性稍微低一点 下面呢 还会谈到 那么大多数人认为呢 在第一个 在学历上使用个人主义概念 以词的是托克威尔 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义书当中 把个人主义归结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征 不过呢 在托克威尔的口中 当时的个人主义 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词 那么在中国呢 大家一旦提到个人主义 往往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看待 我在上课的时候也做过调查 我就请同学们呢 举手回答 我说你们认为 个人主义到底是一个包义词 还是一个贬义词 呃 绝大多数的同学举手说 他是贬义词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想这是长期教育和宣传的结果 长期以来 在教育和宣传的时候呢 宣扬的都是集体主义 而个人主义呢 是被拿来当作对立面来进行宣传的 无论是宣传和教育 都提倡人们为了集体利益 而牺牲个体利益 那么个人主义呢 被当成了自私自利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单名词 那么什么是学历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呢 我们首先呢 要从个人主义这个词本身出发 来分析这一概念 首先说的呢 就是个人这个概念 我们前面说过呢 所谓个人就是不可分的社会单位 那么毫无疑问呢 这个个人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类个体 那么加上主义这么一个后缀 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把个体或个人 作为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对象和单位 也就是说 无论从价值上还是从道德上 个人和个体的行为 都是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单位 或者叫客体 而且呢 这种判断呢 具有优先性 那么 上面的说法呢 有点抽象 我们举例来说明 首先说 个人是价值判断的对象和单位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个人主义主张 人类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位格 由人类个体所组成的人类群体 都是满足人类个体的需求和权利而存在的 他们的价值位格呢 都低于人类个体 换句话说 我们不应该为了任何群体的利益 而牺牲个体的利益 其次 那么个人是道德判断的对象和单位是什么呢 当我们说到道德判断的时候 实际的判断对象是人的行为 换句话说 每个人的意志和行为都不受他人的干涉和约束 同时呢 这个人又必须为他的意志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 打了这样的行为结果 判断依据可能是社会规范 而不是个人的东西 不过呢 这不影响个人主义概念的确定 那么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问题呢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首先 价值判断呢 是道德判断的基 判断的基础 我们呢 只有确立了个体的首要价值地位 才会认可把个体意志和行为 作为价值判断的客体这个判断 另外呢 价值判断必须要通过道德判断来影响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 当然了 价值判断也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新闻 就是因为拆迁而把人打死 那么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把集体的价值判断置于了个体的价值判断之上 就是为了集体的利益 你的房子就应该被拆迁 那么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故事呢 大家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我有个同学呢 是在澳门大学当教授 他跟我讲过这样一个事 他说呢 在修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呢 在澳门部分呢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老太太啊 他死活他都不要不拆他的房子 结果呢 这个工程呢 拖了大概两三年 那么这两三年是个什么结果呢 最终的结果是 每一个澳门人要为这项工程多付出几百澳门员的成本 那么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一个社会呢 是以个人作为价值判断的起源 而另一个是作为 把集体价值作为判断的起源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个体和集体的价值判断 他会直接影响 一个社会的基本原则 那么进而呢 也会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那么对于一个 以个人作为价值之源的这样一个社会来说 那么他的好处在于 每一个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 但是呢 他也会影响到一些集体的利益 如果需要对个体做出牺牲的话 这个集体的利益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说道德判断 个人主义的道德判断 首先是要求啊 每个个体都有意志自由 其他人不得剥夺他的意志自由 或者说 不得强迫每个个体 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的行为 当然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呢 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意志或者意愿负责任 比如说 有一个人呢 想去买一辆法拉利跑车 他就必须为自己这个意志和意愿负责 也就是说 他必须通过劳动来挣除自己购买法拉利的钱 而不是向他人进行无偿的索取 当然了 比上述例子更为基础的 严重是什么呢 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 当然 他也可以选择自杀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生存责任 放在别人的肩上 那么我把这个个体意志和行为称之为自主 把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意愿负责 把它称之为自立 那么其次呢 一个人不但要有意志和行为的自主 而且还要对自己的行为的结果承担相应的后果 这个后果呢 既包括权力 也包括义务 那么这怎么说呢 首先 那么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结果享有排他性的权利 比如说 一个人的劳动成果 只有他有权利享受 并且呢 只有在他许可的情况下 其他人才可以享受他的劳动成果 当然了 其他人享受行为人的劳动成果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无偿的 比如说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 那么另一种是有偿的 比如说通过交换 其次呢 一个人还自己对自己负面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比如说一个人犯了罪 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刚才一句话没说完 比如说一个人犯了罪 他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比如说坐牢 甚至被判死刑 我们把前面一个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状况呢 我们称之为自享 也就是自己享受自己的成果 而把承担自己行为的负面后果的状况呢 我们称之为自救 就是救由自取的救 那么实际上呢 在英文里边啊 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区分 英文的说法叫什么 叫做Be Responsible For 那这个这个Be Responsible For呢 既包括享受权利 也包括承担责任 在自享和自救这两点上 那么个人主义体现最为明显的领域就在这里 比如说 首先说自享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自由至上主义 英文呢叫做Liberal Terrorism 这实际上是后来这些人主张 主张这一主张的人们吧 特别另造了这个词 他已区别于原来的自由主义 也就是Liberalism 目前比如说特别是在美国的语境下 这个Liberalism呢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左派的代名词 他有时候呢 甚至跟社会主义呢 距离都不太远 比如说他强调大政府 强调这个广泛的社会保障等等 这个自由至上主义 也就是这些Liberalism 这些人们 他们呢 就主张什么呢 通过社会政策 把财富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 当然了 这个所谓的社会政策 在很多时候呢 往往就是指的社会福利 那么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社会福利理论当中 最为根本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中国的家庭和家族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 很多学者 比如像陈都秀啊 胡适啊等等 都在批判中国的家族主义 他们认为呢 中国的家族主义就是养懒汉主义 他们敏锐的感到 家族主义就是对个人的侵害 而实际上呢 这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 都是不利的 说另一个概念 也就是自救的概念 那么自救呢 对于中国呢 就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比如说吧 中国就有一种 民间就有一种说法 叫做好汉做事 好汉当 其实呢 这就是自救的意思 但是呢 中国却有一种特别恶劣的 历史上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呢 叫什么呢 叫做株连 又叫做连作 那么这个文献上呢 就叫做原作 那么大家都听说过 株连九族的说法 也就是说一个人 要是犯了大罪的话 特别是像什么 谋逆啊 谋反啊 谋判啊 谋大逆啊 等等这些罪 重罪以后呢 对犯人全家 满门抄斩 那么这种做法呢 它是和个人主义的自救原则 背道而驰的 可以说是直接相反对的 那么其实呢 到了近现代 这种做法呢 仍然不绝于数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虽然它不是从国家的层面上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它仍然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历史的延续 你比如说吧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湖南军阀和剑 杀害杨开会的例子 那么还有个例子呢 就是有一个大将 叫薛海东 他留在家乡的近期呢 几乎被土鲁殆尽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实际上国民党呢 绝不是一个现代政党 当然了 很多军阀的做法呢 也不能完全算到国民党的头上 好 那么我们第二点呢 我们来谈一下现代性 并且呢 把这个概念呢 和个人主义的概念联系起来 那么昨天呢 珊珊给我推荐 我呢 听了一下刘吉敏老师的讲座 那么他的讲座内容呢 其实对我很有启发 也学了很多新的知识 那么我感觉呢 刘老师主要是通过 从心而上的角度来看待 现代性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呢 他其他所说的现代性呢 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精神结构 那么我的视角呢 自然和他不一样 因为什么呢 我的专业是社会学 我更多的是从社会结构 和社会关系的角度 来看待现代性问题 那么这一视角呢 比刘老师的视角呢 要具象的多 当然了也希望跟刘老师呢 能够有有所交流 那么现代性这一概念呢 其实是比较抽象 我们更加熟悉的概念呢 是现代化 其实呢 现代化和现代性 这两个概念呢 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互用的 只不过呢 现代性的抽象性很高一点 简单的来说 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什么呢 现代性就是现代化要实现的目标 而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 当然了 正像刘老师所说的那样 现代性也是一个充满争议 不能达成共识的概念 首先呢 我们要说 现代性它既是一个实然判断 又是一个应然判断 这就使得这个问题呢 变得异常的复杂 当我们说它是实现判断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说的什么呢 说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社会状况 那么目前 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社会 都处于现代时空当中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都处于现代性之中 能够被称为现代社会的国家 我想呢 就我个人看来呢 最多也就是30个国家左右 那么 当我们说现代性是一个应然判断的时候 我们是说呢 我们希望没有实现现代化状况的社会 也实现现代化 还有呢 一旦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应然判断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现代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 现代性应该具有哪些特征 那么这些问题呢 都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甚至认为 整个社会学就是对现代性的应对和解释 那么很多社会学家在定义现代性的时候呢 个人主义都是其中最核心的指标 在所有对现代性的解释当中呢 最出色的 做的最出色的 或者说最广为接受的解释呢 是马克思韦伯的解释 那么在韦伯看来呢 最重要的现代性的指标是什么呢 就是理性化 这个理性化 我想呢 和刘建民老师所说的理性主义呢 又有联系 又有所区别 首先呢 韦伯把理理性化呢 他理解为去媚 什么叫去媚呢 就是去除那些不能用理性加以解释的信念 以及这些信念的信仰 那么这里边包括什么呢 包括比如说迷信啊 巫术啊 民间信仰等等 那么这一点上 理性化和刘老师所说的理性主义呢 差别不大 那么韦伯呢 他把理性分成了三种 那三种呢 叫做传统理性 价值理性 和工具理性 什么叫传统理性啊 传统理性是意思是说 你看 咱们这个社会 这样做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么古人采取这种方式 肯定是有道理的 对吧 那我们就认可这个道理 这叫传统理性 那么什么叫价值理性呢 价值理性是认同于某一种价值的理想 或者价值的追求 那么通过行为和实践来实现这样一种价值 这叫价值理性 而什么叫工具理性呢 工具理性 应当说是一种真正真实的理性 为什么说呢 所谓工具理性 也就是说他把一个行为的这个行动和行为的结果 用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实验的手段来加以对比 看看自己的行为 那么在这三种理性当中呢 其实呢 这个传统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有逃避理性的倾向 也就是说他们呢 实际上是没有把 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这种理性的运用 托付给他人 交付给他人 那么除了这个分类之外呢 韦伯还认为呢 理性化最典型的社会表现叫什么 叫科层制 这个科层制呢 其实呢 还有一个翻译叫做官僚制 当然这个官僚制呢 就带有某种贬义 现在人们就在学术上已经不大用了 不过呢 这个呢 超出了今天的话题 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很多学者呢 不仅仅从社会的角度 或者说社会社会结构的角度 来分析现代性 还更多的从什么 从人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 这个分析呢 最早的例子是英国的历史家 叫做梅因 亨利梅因 那么他认为呢 他说所有的社会进步 都是从身份制向契约制的转变 那么这里边需要解释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所说的身份 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identity 并不是一回事 他也并不是说现在人就没有身份 那么这里的身份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社会学所说的先父的身份 也就是说一个人自己不能改变的 与生俱来的身份 比如像民族啊 宗教啊 性别啊 阶级啊 你爹是谁啊 等等 其实呢 梅因在这里说的意思就是个体的身份 脱离他所出身的家庭 他其实说的就是个人主义 那么对于现在社会的个人主义性质 马克思呢 也表达过类似的说法 比如说 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文当中呢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念一下 他说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 个人 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 就越显得不独立 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 那么最初呢 是十分自然地和家庭和扩大成为 氏族的家庭中间 那么后来呢 是在由氏族颠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攻势之中 那么大家听这段话呢 其实后边半解话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前辈一句话 就是越往前追溯历史 个人就越处于某种整体之中 那么这段话其实呢 说的非常的明白 那么越是传统时代的人呢 就越加的不独立 越和更大的社会群体捆绑在一起 我想呢 这个和他把共产主义定义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这是一半相承的 那么现代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那么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构成原则 我们常常把这些构成原则和基本的价值观念引起来 那么文化呢 是 哦 说错了 这个价值呢 是文化的核心 而什么是文化 文化其实就是人类脱离兽性的状态 我们离兽性越远 我们就越文明 呃 而文明呢 他不过是文化的形容词形式 那么关于价值的问题 以前是 现在也是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 当然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两个价值 就是自由和平等 那么可以这样说 世界上大多数的意识形态之间 都是来自于对这两个价值的不同追寻和不同的解释 那么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呢 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基础呢 它是平等 而宽泛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它的主要价值基础是自由 当然这里边说的自由主义呢 就不是刚才所说的那个 呃 美国人讲的一个liberalism 它是指的一个 呃 从历史上来讲 和其他的专制主义 相对立的这样一种liberalism 那么同时呢 这个同时 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不同解释 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 那么 这一争论呢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然了 这也是和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直接相关的 这个这一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是 自由和平等的主语是什么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谈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主语 那么换句话说 可以这样讲 我们这样可以这样来问 到底是谁的平等 谁的自由 其实呢 自由和平等的主语 或者说主题 或者说主题 既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群体 在这两个主体身上实现自由和平等 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可遇的 也就是英语叫做desirable 那么我们先说群体 主题本身 他并不是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之源 当然了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这个理论上的征问 叫做灭门 比如说 你一个人杀了十个互不相干的人 而另一个人呢 杀了一个有十个人构成的家庭 那么我们往往觉得后者更加不可饶恕 那么这种想法呢 就是把群体看成了价值之源 那种这种观念 自然他也是一种 怎么说呢 可以接受也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 比如说吧 我们经常讲 说贫穷不能代替传递 其实也是表达了这样种说法 对吧 为什么贫穷不能代替传递呢 如果一个家庭代代都不能摆脱贫穿 我们认为 他比一个人终身贫困 更加不可接受 那么在这里边 实际上是我们把一个家庭 作为了一个价值判断的主体 或者叫 当然说这里边应该是课题 因为总涉及到这个identity的问题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呢 最重要的平等呢 是阶级平等 但是呢 我们稍加思考 我们就可以发现 那么这一阶级平等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因为资本家剥削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工人 而不是一个阶级 不论资本家还是工人 都不是一个结构化的团体 那么马克思呢 反对剥削的理由 其实非常简单 他的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 你看 我们都是平等的人 你凭什么无偿占有我的劳动 那么如果没有 没有把反对不平等作为观念的前提 根本就没有反对剥削的理由 对不对 我跟你不平等 我会我剥削你怎么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主义平等的主语呢 他也是个体 不过呢 在自由问题上 他的主义问题呢 就会导致巨大的理论纷争 也就是说 到底是个体的自由 还是群体的自由 或者说 谁的自由 更为首要 更为重要 更是价值的来源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 主当群体自由的情况呢 甚至还多于主张个体自由的情况 这些群体呢 包括比如说家族啊 阶级啊 民族啊 国家等等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历史上 也就是在传统时代 这些群体呢 往往成为生存竞争的主体 因此呢 这些群体的领导人物 往往会打起 群体自由的旗号 来推进自己家族的复兴啊 阶级的解放啊 民族的独立啊 等等事业 这样做呢 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呢 他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 对于个人 牺牲个人权利 来实现的这些目的 这样做呢 有一个非常不良的后果 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虽然相关的家族啊 阶级啊 民族啊 获得了复兴 获得了独立 获得了解放 但是呢 危害个体权利的作法呢 很可能被制度化 那么根本上不利于建立起一个尊重个体权利的制度 那么我们想一下 即使一个民族独立了 如果形成了一个不尊重权利的制度 那么这样的独立有什么意义呢 这一矛盾其实呢 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这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这个命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孙文在三民主义这一书当中说到 我读一下啊 他这样的 呃 在今天 自由这个名词究竟应该用到 哪里呢 如果用到个人 就成一片散沙 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 要用到国家上去 个人不可太过自由 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 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 要这样做去 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我接着呃 孙文的话再接着往下念 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 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功夫 学问成了知识发达 能力丰富 便可替国家做事 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 便能够服从命令 忠心报国 使国家有自由 如果学生军人要讲自由 便向中国自由的对待名词 成为放任放荡 学校内便没有校规 军队内便没有军纪 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 其实呢 孙中山就是把自由这个词 把他完全放到了集体的身上 那么在这个语境下 当然知道就是中华民族了 那么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 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军人 甚至包括每一个国民 都应该为了这种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或者说回忆一下我们学历史当中学到的 孙文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的情形 那么很多人对此表示反对 实际上呢 他就是他这样一种思想的外在的反应 但是从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呢 自由平等的主语是个体而不是群体 那么所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都把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看作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那么有一个学者甚至认为呢 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是一回事 因此呢 我们可以说 个人是自由和平等的主语 没有了个人主义 自由和平等呢 就没有了主语 我们说的自由和平等是个体的自由和平等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群体的自由和平等是由个体的平等和自由构成的 至少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优先于群体的自由和平等 那么如果追求群体的自由和平等过程中间 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 这种群体的自由和平等是不值得追求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谈个人主义的对立面 这是第四个问题 那么我们在定义一个概念的时候呢 除了要说它是什么之外 我们还要说它不是什么 那么有时候呢 一个概念不是什么的定义 甚至比它是什么的定义呢 更能够揭实概念的本质 还有呢 很多概念本身就是程度出现的 两个概念之间互为定义 比如说 你就无法离开男人来定义女人 对不对 那么个人主义呢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与个人主义对立的概念 大体上就可以转化为 与个人或个体对立的概念 可能有人会说了 说个体概念不就是集体吗 个人对立的概念不就是集体吗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什么集体 什么样的集体 这是问题的核心 不同的学者在提出个人主义的对立观念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表达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看法 什么是个人主义最大的敌人 换句话说 什么样的社会原则对个人主义的危害最大 那么西方学者呢 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个人主义 也就是政治个人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 那么他们主要的学术指趣 就是反对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涉 对对个人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干涉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经济学家哈耶克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那么哈耶克声称呢 他追求一种真个人主义 反对所谓的假个人主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个人主义是 哈耶克是怎样定义他所谓的真个人主义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从本文所考虑的各种因素来看 这种为理主义的个人主义 还始终隐含着一种 变演变成个人主义敌对面的趋向 比如说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 那么哈耶克声称呢 他追求一种真个人主义 反对所谓的假个人主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个人主义是 哈耶克是怎样定义他所谓的 真个人主义的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从本文所考虑的各种因素来看 这种为理主义的个人主义还始终隐含着一种 变演变成个人主义敌对面的趋向 比如说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 在哈耶克的心目当中呢 个人主义的最理念呢 主要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 而且呢在哈耶克的行门中间呢 他实际上并不大区分 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 也就是说 在他看来这两个基本上是同一同一个东西 那当然了我们 大家可能都读过哈耶克的走向 走向奴役之路是吧 他实际里边呢 主要在批判这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些社会学理学家呢 在使用集体概念的时候呢 他的意思呢 也包括家族 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集体呢 应该包括一切大于个人的人类群体 比如说家庭啊 家族啊 民族啊 国家等等 可是呢 哈耶克本身并不同意这样的意见 他甚 他把家庭也看作了个人主义的主体之一 哈耶克说 他这样说 他说自我 以及人们应当加以关注的那种自我 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在内 那么哈耶克这样讲呢 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 为什么呢 那么如果一个思想家的主要关注点 是防止国家 也就是政权 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伤害 那么他必然把个人和个人的家庭 作为保护个人的一道屏障 那么中国人应该对此深有体会 比如说在文革的时候 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往往是通过摧残一个一个具体的家庭的方式实现的 北京大学教授张静 他做过这样的评论 他说 在论述公共权威的时候 社会学又倾向于认为 家庭是个体权利的保护空间 他形成的边界能够有效防御公权利的侵入 从而保护个体免受伤害 那么 那么 哈耶克把家人也跪入到个人的这个 或者叫个体的内容之中的时候呢 他的主招呢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呃 我们来又来引用他这句话 这段话呢 稍微有点拗口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从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 通过阻止任何个人凭借他们经有努力 无法获得的优势条件 去获益的方式 而强迫所有人都从一个出发点出发 这是毫无道理的 这个可能是翻译的原因哈 这个 这段话真的是不太容易理解 我我看这段话的时候就需要看半天才能分清主位语 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么哈耶克在这里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个人凭借自己的家庭或血总出身来获取社会优势 包括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是合乎道德 那么这是他对私人财产权的强调相一致的 那么哈耶克呢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他认为个人产权应该是绝对的 他不仅仅反对生产资料的公开规划 他甚至反对对财产进行征税 他甚至反对限制继承权 那我们来引用哈耶克的一段话来来来表明他的主张 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们希望最充分的利用父母对其孩子的本能性的偏爱 那么我们就不应当禁止财产的传赠 显而易见那些业余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士 在养育自己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手段 然而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 社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其最低成本者当为财产传赠 他这里所说的财产传赠呢 实际上就是遗产继承 那么在哈耶克看来呢 他把财产继承看成是在一个权力主体内部的这样的一种转移 他实际上都不是一种转移 所以说呢 哈耶克他把这种财产的继承认为是一种这个个人主义的行为 当然了这和他反对对财产征税 或者说财产继承征税 他是这个意义贯支的 当然了 我这里引用哈耶克的个人主义章呢 实际上并不是同意他的主张 实际上是要反对他的主张 从逻辑上来说呢 他所说的真个人主义 恰恰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 我们前面说过了 在英语当中呢 individual是不可分的意思 那么家庭呢 显然并不是一个不可分的社会单位 只有单个的个人 才是终极不可分的社会单位 那么哈耶克对于个人主义的定义呢 尤其不适用于中国 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家族主义 根深蒂固的社会 如果把家庭也纳入到个人的定义当中 家族主义 血统主义 就会披上个人主义的外衣 大行其道 那么这种情况曾经在中国出现过 虽然披的不是个人主义的外衣 但披的却是血统主义的外衣 那么大家都应该知道欲洛克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欲洛克是一个象征 他象征了什么呢 象征了在那个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边 中国的思想者并没有完全缺席 当然了上海呢 还有一个人叫王申游 也非常值得尊重和纪念 可是呢 他们都为维护思想者的尊严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比如说欲洛克在出身论当中呢 他表达了对于血统主义的义愤 我认为呢 欲洛克的下列一句话 可以作为个人主义的真言来加以铭记 他这样说的 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承认 大家看一下实际上呢 欲洛克的这句话 跟我们前面所引用的 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梅因的说法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只能享受他自己通过努力而获得的权利 其他不是通过个人努力所获得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予承认 这里边呢 我还要介绍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一位历史学家 也是一位人类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麦克法兰 是一位英国人 那么他的看法呢就和哈耶克不一样了 麦克法兰的代表作呢 叫做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这本这本书认为啊 在英国至少在13世纪的时候 个人主义就已经存在了 后来得到了发扬光大 虽然呢 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当中 麦克法兰始终都没有为个人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呢 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叙述中间读出他心目中的个人主义的含义 麦克法兰认为呢 虽然英国在13世纪到工业革命之前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 但他不是一个农民社会 那么在麦克法兰看来呢 东欧存在着典型的农民社会 那么他的特征是什么呢 家庭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麦克法兰在引述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观念以后呢 他这样总结他说他这样说的 他说传走东欧农民阶层的关键表征是什么 是所有权并不个人化 独立而排他的拥有生产性资料的单位 不是单位的个人 而是家户 这个家户呢 是从英语的household翻译过来的 实际上就是家庭 那么麦克法兰的上述结论呢 虽然是针对东欧特别是波兰做出来的 但实际上呢 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 在麦克法兰看来 所谓的个人主义 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叫什么呢 叫做社会的去家庭化 在这呢 他就引用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第二个重大变化发生在社会生活方面 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去家庭化 并以此并列于上述所谓的去魅 韦伯的研究 隐含着一种总体化的范式 认为社会发源于一个亲属关系 主导着全部生活 大士族吞没个人的阶段 那么经过一个较大集群 被各种压力打破的中间阶段 最后进入现代社会 此时家庭与亲属关系 不再主导社会生活 中国和印度 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演进 在中国亲属团体的智库 从来未被打碎 上面的引用没说完 我们接着说 一切个人都被彻底的淹没在 士族体系之下 若有什么苗头走向具有个人主义 精神的资本主义 在萌芽之中 就会被亲属团体的威力 被家庭与土地的亲密关系所扼杀 好 引用完毕 那从这一段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麦克法然的观点是非常清楚 所谓个人主义就是对家庭主义的反动 那么这个家庭主义呢 英文是 因此呢 我们可以引申说 根据麦克法然的观点 个人主义的边界应该是在个人与家庭之间 当然了 在家庭之外呢 还有更加大的群体 比如说像 这个党派啊 阶级啊 民族啊 宗教团体啊等等 而且呢 在上述有关韦伯的一文当中 他特别提到了 这个西欧和中国印度的区别 在韦伯看来呢 在印度和中国是金属 亲属关系的智库 扼杀了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资本主义 那么又是可以看出呢 麦克法然所说的个人主义的边界 是在个人与家庭之间 当然了 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对立面 就是各种社会群体 这些群体当中呢 有的是有组织基础的群体 比如像帮会啊 政党啊等等 还有一些是虚拟的群体 比如说民族和国家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民族和国家是虚拟的群体呢 是因为民族和国家并不能参与到 我再说一遍 就是民族和国家当中的每一个普通的个体 并不能参与到正式真实的组织运作过程之中 一个普通的国民和民族成员 往往和国家 以和国家民族为名利而进行的活动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他们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些虚拟的群体常常成为自封为 这些群体的代表人物的人 发号施令和追求个人利益的幌子 我们再来说那些有组织群体的组织基础的群体 比如说帮派啊 这个党派啊等等 那么在这些群体中间呢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群体目标和个体的权利义务之间的矛盾 那么毫无疑问呢 在实现群体目标的过程中 必然会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群体他必然是等级制的 群体的领导人和普通成员之间 必然有职权的高下的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哲学层面 也就是说 一个群体成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是为了满足和维护群体成员的权利和利益 还是另有其他的价值来源 那么如果回答是后者的话 就必然出现牺牲个体权利 领导人享受特权的 可是呢 在这样的群体里边呢 群体领导人往往利用这样的组织节奏 加带自己的私货 换句话说 他们往往通过对群体利益的强调 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 这种个人利益和特权的实现 他最常见的名义 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说过 工作需要 那么大多数这样的群体呢 往往表面上不遗余力的批判个人主义 但是呢 也正是在这样的群体里边 最容易出现个人崇拜 这似乎呢 是一个矛盾 好像是个悖论 但是呢 又合乎逻辑 因为这样的群体呢 必然强调权利的等级 这种走向 这种等级呢 一旦走向极端 就是个人独裁 而个人独裁呢 是个人 个人崇拜 的一个 啊 怎么说呢 个人 崇拜是个人独裁 独裁的必经之路 以前呢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一个人主义和每个人主义 所谓一个人主义 指的是在一个群体 或一个目标人群中间 只有一个人 是拥有权利的 其他人呢 都是为这个人服务的 而每个人主义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那么一个群体呢 他或者遵循 一个人主义的原则 或者遵循 每个人主义的原则 他没有别的选择 嗯 而每个人主义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那么康德所说的 绝对命令的第一条 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一点 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来谈一下 个人主义和中国现实的问题 这是第五个问题 那么在说个人主义的现实意义之前呢 我们首先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个人主义为什么被污名化了 这种污名化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是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宣传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张呢 集体主义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追求 那么就必然对集体主义的对立面 所谓的个人主义来进行批判 第二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原因当中的第二个原因 只有通过批判个人主义 才能鼓励为了集体的事业做出牺牲 而这种牺牲呢 是在革命时期必不可少的 但是呢 对个人主义的污名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一原因和宣传的内容有关 在批判个人主义的时候呢 往往会把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化等号 当时个人主义的官方 当时对个人主义的官方解释是什么呢 是只要权力不尽义务 那么只要权力不尽义务呢 这个意思呢 实际上更好的一个表达叫什么 叫极端个人主义 在英语里边呢 他对应的词叫做egoism 而个人主义呢 恰恰不是egoism 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什么呢 作为个体 一个人既要保卫自己的权利 也要承担自己的义务 这里边的权利呢 包括自主的权利 也包括享受自己行为成果的权利 那么这里边的义务呢 既包括为自己的生存和意志负责 也包括为自己行为的不良后果负责 只不过呢 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什么呢 个人主义强调的是行为的主体 道德判断的客体 它是个体 在教育和宣传中间呢 个人主义被定义为 只要权利不尽义务 而从小呢 民众就接受这样的宣传和教育 自然呢 就会先入为主的接受这样的定义 可是呢 这种社会观念的危害性 普通民众呢 往往意识不到 在一个宣扬自由主义 而 我说错了 在一个宣扬集体主义 而鄙视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边 普通民众要求自己权利的合法性 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我们不能不承认 话语的权利 可以无情的转化为实际的权利 而与此同时呢 掌握了集体权利的那些精英们 却在集体主义的幌子下 巧取豪夺 享受特权 集体领导人并不需要通过个人权利的话语 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他们的话语是工作需要 因此呢 个人主义被污名的话的结果 是普通成员 权利的受损 但是呢 我们也要看到 虽然人们并不认为 个人主义是一个好词 但社会舆论背后的逻辑 已经是个人主义的 这是无法更改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都知道 现在人 特别是普通人 最痛恨的是两种人 就是官二代和富二代 那么大家为什么痛恨这两种人呢 其实呢 我们痛恨的并不是他们的身份 而是他们的行为 如果官二代和富二代能够和大家平等的进行社会竞争 就不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义愤 我们痛恨他们 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并非由自己努力而争取来的过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 这背后什么逻辑呢 这些官二代在社会竞争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人身份来进行竞争 而是把家庭变成了竞争单位 这和个人主义背道而驰 那么大众对于这种行为的痛恨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虽然大家把个人主义看成一个不好的词 但大家内心是认同个人主义原则的 这几年已经爆出了好几起年轻的官二代快速升官这样的丑闻 那么这样的丑闻一旦曝光 官方呢也不得不加以处理 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的 个人主义原则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正确 虽然呢当权者心里边未必认同这一原则 但是呢 这个表面的这个活还是要干的 其实呢 个人主义的问题呢 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 比如说 构成社会的各个阶层 个人群体民族国家 这些主体之间的价值优先性问题 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框架 那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呢 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 从个体家庭群体民族构成了一个价值链条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价值的传递方向 是个体是群体的价值支援 还是群体是个体的价值支援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年龄稍大点的群友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 大家想一下 这里边体现的就是价值链条的传递问题 那么个人主义主张呢 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 价值链条的传递方向 应该是从个人传向群体 而不是相反 好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群友提出批评指正 而且呢 我也愿意和大家就相关的问题呢 进行讨论 谢谢大家 好 现在回答一下爱联群委的问题 那么他问呢 这个在受流采集一段 为什么主张的都是集体主义 而现代社会呢 主张的是个人主义 那当然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的问题了 在古代的时候 那么 人与人之间 特别是群体群体之间 他们的竞争的事态呢 比现在要严酷的多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竞争的主要的单位仍然是群体 而且呢 竞争的手段异常的残酷 因此呢 在那个时候 爱联群委的第二问题是说 麦克法兰认为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他的 如果没有附属错的话 他的起源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呢 麦克法兰本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说 在他看来 英国的个人主义 至少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存在 到底说 这个十三世纪之前 这个个人主义从哪里来的 又怎么起源的 这一点他并没有回答 中国传统掌控当中呢 其实也有很多个人主义的 这个思想资源 比如说 最典型的例子就出现在孟子中间 孟子 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 特别强调 特别强调个人之间的平等 特别强调个人的人格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只不过呢 他的思想在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那么 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功力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然是穆勒了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都译成密尔 当然他的前面呢 还有边庆 那密尔呢 虽然他是一个功力主义者 但是呢 他又是对于自由最好的一个阐述者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最大 最多数人的最最大的利益 那么对这样讲呢 当然会有一些消极的因素 比如说他会形成一个比如说像多数人的暴政的这样一种结果 也就是大多数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回答一下爱欧的问题 selfish呢 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 他是一个我们平常所说的话 那么这个selfish呢 更多的实际上他和egoism呢 差距不是特别大 他实际上是表示了对一个人行为的道德的谴责 也就是他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那么另外一层意思实际上就是只要权利 不要 呃 不承担义务 回答一下 目主人的问题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 看待保守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抨击 他们认为个人主义会导致社会的颗粒化 那么实际上呢 个人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颗粒化 怎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所反对的代引号的集体主义 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传统的集体 而不是现代的集体 而现代社会往往恰恰因为传统集体过于强大 才会导致社会的颗粒化 也就是孙文所说的一盘散沙 那么道理是怎么样的呢 道理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忠诚 他过多的把他导向了传统的群体 他就没有办法在现代的群体中间实施他的 或者说实施他的个人权利 对于斯特劳斯的思想呢 我没有读过 不太理解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第三呢 就是社群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反驳 社群主义呢 他认为 也就是说 除了个人之外 那么社群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的 这个价值的来源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有道理的 因为怎么说呢 那社群呢 他是一个守望相助的这样一个群体 那么在这个群体里边呢 每一个人都倾注了他的个人的情感在里边 而且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社会化 主要是在社群里边完成的 但是呢 他的 因此呢 就我个人来看呢 我们应当在个人主义和社群之间 主义之间 形成一个大体上一致的平衡 而 当然了 我个人的观点来说 还是更加倾向于 从个人主义的角度 来建立我们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 社群主义呢 作为这一制度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回答一下顾名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 个人主义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 这样说呢 稍微有点问题 我其实更加倾向于说是社会现代性的前提 因为国家呢 他 我们很多时候更多的指向的是政权 虽然政权是一个社会的性质的一个外在的反应 但是他们呢 还是不一样 不过呢 呃 大体上来说 你这个判断 我还是可以认可的 回答一下 Gimme2的问题 他是这样问的 他说 呃 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根基 但是如果从托克威尔算起 个人主义的明确提出是19世纪 即使其早期的形态似乎也能追溯到17世纪 啊 只能追溯到17世纪 但现代化的过程似乎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过程 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呢 应该这样理解 也就是说 个人主义 他提出来这样一种观念是在19世纪 但是呢 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的特征 他肯定不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 呃 现代化也是一样 那么现代化的进程 其实我们很难说他开始于什么时候 啊 你比如说 有人认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 那么就开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现代化 呃 所以说呢 那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个定义的问题 康德所说的人事目的 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人事目的呢 所几乎所有的英语本都是译成man is the end 这个man呢 他是一个集合名词 他实际上呢 在英文当中往往译为人类 所以说呢 如果从这个词的表面上看来呢 他似乎指的是人群 而不是人的个体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依据康德上下文的理解来看 他这里边指的是人的集合体 他实际上关注的还是构成这个人类的每一个个体 而不是指的某一个具体的人类集体 在这一点上 当然是个题外话了 呃 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实用的非常好 他里边用的是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他用的是一个复数 这个复数呢 更多的是代表的组成群体的个体的 一个总和 而不是构成这个群体的那个总和的某个仇向的呃 集体比如说像什么民族啊 国家之类的 爱欧群又说 杨猪是个人主义 孟子还是群体主义 你这个说法 大体上是不错的 但是前面问的问题是说 我们的呃 传统当中有没有个人主义的思想资源 呃 实际上呢 孟子虽然我们可以说他还是倾向于某种程度的群体主义 比如说他讲的是这个民本而不是民主 呃 但是呢 孟子的思想当中确实是有一些主张个人独立的个人主义的思想的萌芽 无论